正在给客人加甜品的女子 名叫兹比尔尼莎 熟悉她的朋友和顾客 都亲切地称她为兹巴 2008年兹巴从新疆伊犁来到上海 出到上海 她便被国际大都市的繁华所深深吸引 而最初在餐馆打工的几年间 让她萌生了一定要在上海扎根的念头 于是2012年 兹巴辞去餐馆工作 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我刚开始也是借了一个小一点的 那个 叫做房 就是小区里面的那种 遗漏的那种的房子 对 里面做了两年 这个里面刚开始说做了是 凉皮啊 新疆凉皮 然后饺子 混沌 还有甜点 就是就是甜点买得比较好 兹巴介绍说 当她发现新疆甜品很受民众喜爱时 就决定扩大规模 将甜品供应给上海的新疆餐厅 没想到大受欢迎 2014年 自巴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新疆餐厅 除了甜品以外 烤肉串 囊饼等具有新疆风味的各式美食 一应俱全 采访中 自巴自豪地告诉记者 新疆菜不仅获得了顾客的热捧 用奶酪做的甜品 还在全国各地网红店热销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是新鲜度 就是坐高铁 当天就可以送到 当天就能回到上海 因为高铁特别方便嘛 但是我们送的时候 员工可能特别辛苦 因为很重嘛 他们也就是知道我们怎么辛苦 所以他们也就是 也合作的很长时间 包括就从上海 出发到那个南京啊 武汉啊 包括就是青刀 珍珠 好多那个城市都是 都可以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这种服务已经是算是VIP级别了 包括就是对那个产品的一个保存啊 怎么说呢 没有之意 就是没有人就是跟他一样 他们当时就是很车敬 VIP的服务赢得了各大城市甜品店的青睐 截至目前 自巴经营的门店已经扩展到五家 为了保证原汁原味的新疆风味 自巴店里所有的员工 也都是自己的老乡 目前就是在船上哈 就是总共有五家店 就是其中就是三饮 就是三饮店就是三家 另外两家是就是以这个高店 为中心的一个点心店 包括囊 新疆的囊 高店这样的 目前员工是总共是42名员工 包括就是其中有威瓦儿住的 还有就是包括就是哈萨克住 此外 店里员工也都将自巴视为自己的榜样 店长奥布利卡介绍说 上学的时候他经常来做暑假工 开学时 学费不够了 也都是自巴帮忙交赏 这些都让他很感动 自巴扎根上海 努力创业的精神 让这个小伙子直言 自巴就是他的榜样 他就是一个女孩子 女孩子对吧 一直在往前冲 就感觉 知道我学习 所以我毕业以后 直接到这里来 现在一直在赶这个行业 他的这种谨慎 记得我们学习 然后 他是我们的榜样 以后 希望他看起